如果形容有人死牛一面 我们会说它食股不化 如果说到化石 你又会想起什么呢? 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 就联想到恐龙 但原来恐龙 只是占古生物之中的 其中一小部分 可能连一成都没有 所以大家应该将眼界扩阔一点 说得对 化石的种类真的有很多 终于不用一定要去博物馆才看到 说不定平时行街都可以看得到 找得到的 什么?普遍到平时行街都看得到? 今天来到尼东街 不是来博物馆 而是去看化石 只不过看化石 不是应该去博物馆 又或者去到深山野嶺才能找到吗? 你好,阿龙 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大理石里 都会看到一些昆虫形状的纹 其实是什么? 那些可能是一些 海洋生物的一些化石 通常那些都不是虫 大部分都是大学的动物 对啊 譬如现在目测 看到什么不同的纹或者化石呢? 我们看到这块砖上有很多碎片 很多不同的东西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海洋生物的化石碎片 有些会清晰一些 有些可能是没有那么清晰 但我们会看到有些是背壳 有些甚至乎是螺 哦 还有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环境 当时是一个海洋生物的一些形成的地层 好,我们一路走一路可以慢慢看 对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石柱上面有很多碎片 有些不知是什么来的 但有一个比较特别清楚一点 就是长长地的 这个好像塔形 这个就是一种我们叫做複竹类 即是螺那些 看到内部结构是一层层的 其实这些大理石都看到有很多化石 那我想问你除了这里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是会找到的呢? 应该有很多的 有好像金钟某大型的商场 另外在乌溪沙有个大型商场 都找到很多化石 另外我们之前就在沙田站 还有在恩澳站都发现过有化石 那通常这些大理石、化石 你是自己找到的 还是人家报料给你的呢? 开始我们是自己在香港不同地方 发觉在商场和车站 我们自己找的 但在我们后来分享之后 就有很多市民自己在办公的地方 甚至乎家里都找到 都有报料给我们知道 原来香港很多地方都有 那这些大理石其实是外国入口 还是本地生产出来的? 其实香港就没有出产大理石 所以其实全部这些石材 都来自外国不同地方 不同年代的 在香港从事古生物研究的人不多 隆德进可以算得上是先驱之一 它和很多小朋友一样 小时候就迷想恐龙这种史前动物 后来深入研究之后 在一块块石头里面 不单止留下恐龙过往生活的痕迹 没有那种勇气 觉得好像很遥远的 去探索 但一个女孩去非洲探索 去研究黑猩猩 小时候觉得很厉害 所以变成了我的偶长 所以我长大了之后就会 好像可以模仿她 有时候自己去野外 或者不同地方去找化石 我看到你和她拍了一张照片 我见过她和她搞过展览 在香港也试过 即是合作过 帮过手 所以说平时出街 不要只顾着玩电话 留心多些身边的事物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发现 的确是 下一节我们继续会有 香港发誓的报导 稍后继续一线搜查 香港虽然地方小 但什么都可以找到 连化石都可以随街看到 想起来真的挺不可思议 但可惜的是 香港始终缺乏人材和资源 所以以前就算在香港找到化石 都要送到外国 才可以有进一步的研究 只不过现在有新的发展 在本地找到化石 都可以留在香港做研究 对阿龙来说 最深刻的一次发现 是在去年和港大团队 合作的地质考察项目 在西贡北部及大埔海一带 发现本港记录中 体形最大的菊石化石 以及大规模的生物痕迹化石 香港以往都发现过很多化石 刚才我们说过菊石 以往发现的菊石 一般都是碎片和不是很大 今次我们发现了菊石 体形上是香港发现过最大 大概30到35cm 大概有成尺那么大 亿万年前香港是一片海 也是超级火山所在 本来就不乏古生物化石 欠的就只是科研人才 所以很多时候 香港发现的化石 都只能够送往外国 不能够留给香港人欣赏研究 以往香港发现过的化石 都很少保留在香港 因为都是邀请一些其他地方的学者 会带到其他地方研究所研究 所以我们今次在香港发现的化石 就保留在香港的博物馆 分别在香港大学的 许氏分地质博物馆 和香港科学馆 之后市民都可以有机会研究到 早在2000年 阿龙创立首个古生物化石网站 并从世界各地搜集化石 在网站发放资讯给爱好者交流 2019年更开设化石工作室 展示它的珍藏 欢迎学校带学生来参观 更加可以亲身开作化石 就是希望市民大众 可以亲身触摸到这些化石 令他们明白古生物对我们 其实并不是一件遥远又陌生的事 人人都可以享受冷气 在市区看到远古的生物 我相信可能我们一般香港人 对于这方面的形式比较少 其实我们应该如何去欣赏化石 可以说欣赏的品种之外 就是会欣赏它的细节 因为每个生物它的结构特征都不同 我们透过化石可以看到 它的不同的细节 例如有时有些眼睛很复杂的结构 身体会不会有刺 甚至乎有些特征是现在的生物身上找不到的 谷石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古生物 史前存在很多 三亿多年前已经开始出现了 它大概在六千六百万年前已经灭绝了 所以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古生物 但是那时候种类非常烦 非常多 过千种 起码最少有一千种 每个品种都不同 像这种可能会是颜色不同 这种的纹又会密一点 甚至是带刺 我看到这个很有趣 有很多很多的像针那样的东西 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史前侏罗基时期的海胆 跟现在的海胆有些不同 我们现在的海胆是密集一点的 有些切尖一点 还有再尖一点的 所以其实虽然是同一个物种 但是其实相隔了很多年之后 特征都不同 我自己就看到你私人收藏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化石 如果我走一山看到类似的化石 我可不可以拿回家呢 走一山看到的是有机会看到的 但是就不可以自己私人收藏的 因为香港法例 无论是化石或是矿物 石头都不可以自己收藏 所以如果在香港发现有化石 最好就联络回相关的部门 譬如如御户处那些 那为什么你自己又可以私人收藏 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化石呢 这些是来自世界各地我搜集回来的 因为外国的化石就不同 特别是欧洲或者美洲很多国家 其实化石的这个条件和香港不同 大部分都可以私人收藏 甚至乎是有市场的 因为有些化石 好像谷石或者三叶虫那些 其实是发现了很多的 那些是真的可以很适合大众收藏 甚至乎给一些学生去研究 去提升大众对这方面的认识和兴趣 而且可以令到他们可以更加 就是有实物在手上看到是不同的 即如果开放到这个私人收藏的市场的话 可能大家对于化石的认识又会加深了 绝对是 对阿龙来说最重要是 可以为古生物科学研究播更多的种 希望将来有更多人才去化挖更多香港未知的过去 所以 谢谢大家